华谊导演《瘟子仁》的招魂系列想必大家都听说过 今天小雪和各位看歌老儿带来的是招魂系列的第三部 一起离异的案件中到底隐藏着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故事发生在这栋别墅里 走进别墅屋里一片狼藉 看起来像是刚经历过一场恶战 客厅里男主汤姆正在安慰着这一家人 表示已经完成了驱魔仪式 孩子不会再犯病了 杰夫小白将小男孩送回了卧室 随后出来迎接赶来的神父 小白前脚刚走 小男孩又听到了一阵巨大的敲门声 吓得他惊慌失措 连忙躲进窗帘里 而外面悄无声息 透过微热的灯光 他看到帘子上方突然伸出了一只手 旁边的水龙头缓缓大开 瞬间血水扑涌而出 叫在小男孩的身上 他大声尖叫 家人尾声赶来 小男孩突然就给了轻点一刀 汤姆一把抱起他 赶紧下楼让神父驱魔 庄人把小男孩按在桌子上 神父开始复杂的驱魔仪式 他把瘦水洒在小男孩的身上 随即剧烈的扭曲身体 像一条蛇一样左右摇摆 随着一声惊叫 小男孩安静了下来 还没等庄人回过神来 更加恐怖的事情又发生了 房间里的东西开始飞飞 直接把神父给砸晕了 小男孩身体里的恶魔开始大笑 汤姆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进行驱魔仪式 可为时已晚 小男孩一个礼遇打挺 就争夺开了众人的束缚 此时已经完全被恶魔控制住了 他想要躺着心脏 关键时刻 小白挺上人出 一把抱过孩子 紧盯着他的眼睛 表示自己愿意做恶魔的素体 只求能放过孩子 恶魔仿佛接受了这个协议 瞬间小男孩晕了过去 而小白则开始翻白眼 但恶魔好像累了 突然安静了下来 没过几天 小白开始频频出现幻觉 他被一只奇怪的老鼠吸引 走进屋里 发现墙上有一个洞 可就在他回头的时候 一个神秘人正站在他的身后 随后就把小白按在了墙上 可下一秒 神秘人又消失了 只剩下小白一个人在原地抽搐着 怪事不断发生 小白的女朋友 此时正在和朋友跳舞 小白就在旁边看着 在他的注视下 女友和朋友的举止越来越亲密 可转头一看 发现这又是幻觉 小白想洗把脸清醒清醒 可女友的尖叫声 让她的神经又开始紧绷了 小白赶过来后 发现朋友变成了丧尸 他抓起女友的手就往外跑 他的意识里 朋友紧随其后 正向小白扑过来 此时他发现一把刀就在身边 小白想都没有想 举起刀就朝丧尸痛去 可幻觉消失后 他捅死了自己的好朋友 快要崩溃的小白 像丧尸一般在大街上游荡 直到警察拦下他 他才恢复了意识 而自己的朋友 却被捅了22刀 当场死亡 镜头一转来到了监狱 汤姆和妻子艾米 正在给小白驱魔 他们都知道 小白是被恶魔赴了身 这才犯下如此大错 镜头一转 又回到了这家人 刚搬进别墅的那天 大家兴高采烈的走进了新家 小男孩一个人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屋里有一个水床 小男孩非常喜欢 直接躺了上去 就在他准备享受的时候 水床里面突然显现出 一个人脸的形状 小男孩也感到了异常 跪在了水床上 突然 一只手冲破水床 紧紧地拉住了小男孩 他用尽全身力气 再逃了出来 并把这件恐怖的事情 告诉了父母 他们找来的驱魔师 汤姆和艾米 众人顺着小男孩的指示 来到了房间 房间里并没有水床 只有一块地毯 打开地毯 下面的地板好像被烧过一样 艾米想弄清楚 究竟是藏着什么怪物啊 于是他提着手电 就爬进了地板下 这里面满地都是老鼠 而在水床位置的下面 有一个袋子 艾米打开袋子 里面放置一个 路头形状的东西 艾米推测 这可能是一件祭祀用的发器 经过研究 他们发现 小白身体里的噩梦 是被其他人召唤出来的 随后在神父的帮助下 他们找到了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可能知道 关于这个发器的信息 老人带着两个人 来到了他的地下室 里面摆满了恶魔的祭品 那个发器 可能跟这些东西有关系 又过了几天 另一个案件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一个女孩在森林里 被捅了22刀 身边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器 汤姆和艾米 决定去案发现场 查看情况 为了证明自己有通灵的能力 艾米找到了此案的凶器 警察们都被惊呆了 警察立即带人 前往案发现场 在这座幽暗的森林里 艾米再次展现了 她的超能力 她回到了案发当晚 四周一片漆黑 艾米缓缓回头 看到一只手 正趴在树上 突然 从树后 窜出来两个打闹的小女孩 此时艾米变成了 行凶的黄衣女孩 她重复着黄衣女孩的 一举一动 对着黑女孩举起了刺刀 狠狠的插了进去 足足刺了22刀 然后扔下刀就跑了 汤米和警长追了上去 一直跑到悬崖边 前方没有路了 艾米才停了下来 但就在她和汤姆说话的时候 一只黑手 突然拉住了艾米的脚脖子 汤姆迅速冲了上去 紧紧的拉住了艾米的手 两个人这才逃过了一劫 而另一边 神父来到了监狱里 偷偷给了小白一瓶胜水 希望关键时刻可以救她一命 小白在监狱里过得痛不欲生 经常出现可怕的幻觉 小白赶紧拿出圣水洒了一圈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咒语 汤姆和艾米没有做过多的停留 来到了女孩的停尸房 接下来又该是艾米大下神通了 因为只有和尸体接触 才能进行深一词的通灵 艾米抓住死者的手 她的意识 瞬间来到了一个漆黑的地下室 艾米顺着楼梯走进去 看到了一个祭坛 身边摆着燃烧的蜡烛 而在旁边是一个女巫 她正通过咒语控制小白 监狱的小白和女巫 做着一样的动作 只见她把手中的圣水瓶子敲碎了 下面就拿起了玻璃碎片 朝着胳膊上的动脉划去 前军一发之际 艾米念出一串咒语 打动了这场祭祀 小白也在关键时刻被警察救下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艾米大吃一惊 女巫竟然可以和她的意识对话 此时现实世界里的灯突然灭了 他们走过去想把灯打开 身后突然传来奇怪的声音 刚刚床上的尸体正笔直的站在那里 而此时的艾米还沉浸在女巫的意识里 就在胖子撞向艾米的时候 他们冲上去拉开了她 清醒过来的艾米一脸惊恐 说道 女巫认识我们 之后经过调查 他们终于发现了线索 这种祭祀要活人献祭 也就是小白 而只有破坏掉祭坛才能阻止祭祀进行 事情终于有了眉目 但汤姆突然远落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 她起身寻找艾米 在楼下发现了艾米的手链 一回头 那个女巫就在她的身后 汤姆询问女巫 艾米在哪里 女巫却答非所问 突然 那个胖子朝着汤姆扑来 汤姆举起艾米的手链 念起咒语 就在她要把刀杀死胖子的时候 她被朋友拉住了手 下一秒 眼前的胖子变成了艾米 原来刚刚又是一场幻觉 她差点亲手杀死艾米 制造幻觉的应该就是那个女巫 汤姆非常确定 女巫就在这间房子的某处 突然 她注意到了那束 已经枯萎的玫瑰 她捏碎玫瑰 砸碎瓶子 某种法器掉了出来 看来汤姆也被女巫诅咒了 艾米决定再次去老人家寻找答案 可前脚刚走 汤姆却突然头脑风暴 一下子找出了祭坛的位置 就在那个老人家的地下室里 难道那个老人和女巫有关系吗 此时艾米已经到了老人家 老人拿出了一本相册 说出了真相 早年间她收养了一个女孩 平日里她一边研究神学 一边抚养照顾这个孩子 看过照片的艾米 终于明白了 女巫就是老人的孩子 这个孩子背离了神学的旨意 被恶魔迷惑了双眼 才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可老人一直在等着女巫迷途知返 但她的灵魂已经交给了恶魔 无法再回去了 老人打开了通往祭坛的门 等艾米进去之后 老人想要开枪自杀 却被女巫阻止了 艾米走入地下室 惊奇地发现 这里有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她突然意识到 这是一个圈套 开始往回跑 客室门已经关上了 猛的回头 女巫就在身后 女巫将艾米摁倒在地上 想要一刀刺刺她 危机之际 艾米摸到一块石头 拼了眼睛 才逃过一劫 与此同时 汤姆也赶来了 她看到艾米向她走来 可靠近一看 竟然是女巫变的 女巫轻轻一吹 汤姆再次被恶魔附体 抄起锤子 就要砸向真的艾米 就在这关键时刻 汤姆的意识被爱情唤醒 她扭转方向 一锤子把祭坛砸碎 这场仪式再也无法进行下去 可恶魔已经被女巫召唤出来 她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就这样 女巫被恶魔吞噬 再也不能危害人间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 以神秘真实事件为基底 做了大量改编 温子仁 一直都以擅长营造 未知的恐惧而出名 这一招在招魂中 运动得淋漓尽致 在剧情和画面上 更是做了不少的突破 这才能招魂系列 如此的广为人知 虽然这部电影 延续了系列的恐怖元素 和精绪方式 但没有了温子仁导演的招魂 确实少了些精髓 最后还是呼吁一下 大老温子仁 不要偷懒了 亲自上场吧 求你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此为止了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拜拜